书友们咱们一起来写下成语 浮路长久 电话罩往这边走下来 这样这边顿一下 这也就不要太突出了 这个横比的话连不长也不短 往这边折下去 然后再接住 你看这一块突出 这一块突出 这一块突出 那我这边收笔 我这边烧盾的时候 这一笔呢 就可以适当的写中 这边适当的写短一点 这稍稍接住也行 这个四字房的和刚才的也差不多的 都是和刚才说的那几点的 注意一下 一点折笔 数笔差不多是在一个重心里面的一条直线 这个盾 这个盾 这个盾稍重一点 这个页子 这个页本期有很重的 这边也要有一点 这个页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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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在一个页本 这边的页本 这一块应该重一点 因为它本身是个很斜的一个比划 你到这边没压重的话 就感觉这里太重 这里太轻了 所以这压重一点可以平衡住这个 很比较这个协调性 连贯性 但是这比较重一点 这一个竖笔还有这个竖笔 一定要错开 这个要靠外一点 不要在同个水平面上 不要在同个直线下 压到这里 这个长字这个这个纳笔要 所以需要注意什么 不能太靠下 不能太靠下 就在一条水平面上偏上一点就行了 然后拖到这里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里的最右点 不要掏卡太靠外了 注意这几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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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9字到拖到这里的时候 这边会比较靠下一点 这边会比较靠上一点 那么这个结构来说的话 是下面宽 上面窄一个三角形的这样一个结构来的 浮路长久了 你看 我们对于这几个字 我们就写到这里了 如果什么建议的话 都可以在我屏幕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